大家好 今天的好车推荐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辆很大的SUV 这台车非常少见 国内就没有正经的卖过 但是它的前脸 它的车身侧面总觉得特别的熟悉 你看它的这个前脸啊 还有那个悬浮式的车顶 这两个地方特别像雪佛兰的这个探界者 这台车呢叫做Trivers 它就是雪佛兰探界者在美国的亲哥哥 Trivers这个单词呢就是游览 那种脚步涉及这个景点 每一个角落的那种非常详细的这种游览 所以说它的这个翻译啊 其实很难用一个准确的中文词去表达出来 而这台车作为一台平行进口车 它必须要有一个中文名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车商给它的一个名字叫做寻领者 我觉得倒也是蛮贴切的一个名字 Trivers这个车呢 它在美国 它的车系的历史也不是特别的长 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总共是两代的车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显然是第二代的车型 18年的话呢 用了像探界者一样的那种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而它之前的那一代非常的有意思 长得就特别像科帕奇 也是我们诺诺卖的很多的一款雪佛兰的SUV 因为是套用了整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 所以说它的外观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你看这个身躯啊 你就知道 它其实是一款全尺寸的七座的SUV 这台车的这个车高呢 有1米8 我要垫起脚才能达到它车顶的这个水平 前提条件是还得把那个行李架给拆掉 而它的车长呢 有5米2的一个长度 接近5米2 轴距呢 是接近3米1 有3.07米 这个块头其实是要比它在国内的这些表兄弟啊 要大出许多来的 在国内啊 我们能看到的跟它同平台的这个车型呢 有凯迪拉克的XP6 还有那个别克的昂克奇 这几款车我们应该都是比较熟悉 但是它们的这个三维尺寸都要比它缩短了那么一点点 其实啊 我今天做这台车的这个节目啊 心里还是比较胆怯的 没有什么底气 因为这台车对于我来讲太陌生了 之前都没有听说过 我也是翻了雪佛兰在美国的官网 我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么一款车 所以啊 我今天只能是带大家简单的看一看它 我们坐进车内来简单的看一下这台车的设计 和配置啊 整台车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特别的昂克威 无论是它的这些按键的这种颜色啊 还是它的这种布局啊 甚至是挡霸的这种感觉 跟别克的这种车系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在内饰的设计和用料上 它有自己的一些风格 比如说头枕上 它这个high country的这个刺绣的字样特别的好看 然后它整个座椅做的也是比较厚实 比较宽大的这种感觉 皮革也是比较硬的 支撑性非常的好 另外呢 就是说它这这个座椅啊 两个座椅都是通风带加热 这个功能性上绝对是无敌的 我们来看它中控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电动开启的一个储物壳 车主这边都有一些东西放在里面 这个储物壳空间还是蛮大的 里面还有一个USB的一个接口 另外呢 就是它的这个主机的这个界面啊 是全英文的 这个并不是别克的主机的界面 而是雪兰的主机界面 里面的一些APP啊 都是美国车型用的APP 而它的这个导航呢 它的这个地图是空白 也就是说它没有中国地图 这个车如果说能开到美国去的话 它应该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刚才我们说了 在这个储物壳里面有一个USB 而它的这个下面呢 有两个USB 这就三个了 然后点烟器还有一个 最要紧的是 这边还有一个无线充电板 光是这边 我估计就得三四步手机才能喂得保它 更何况它后排还有USB充电口呢 这边呢 是TRAVERSE这台车的驾驶模式的选择 两驱四驱 然后有一个雪地或者山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拖车模式啊 这个是国内车型没有的 无论是我们的今天的这台TRAVERSE 还是比它更高一点的那个台后 然后再往上的那个萨博班 这些雪佛兰的SUV啊 它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去帮老美拖一些家庭里面的这种小偷车 比如说你的这个ATV 你的这个皮划艇 你的这个滑雪板之类的摩托艇都可以用它来拖 所以说它有一个拖拐拖挂着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台车的准千亿总质量呢 是空白 也就是说这台车如果你在国内去真的拖什么东西在后面的话 十六八九是要吃交警罚单的 然后这个扶手箱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因为它真的是好大呀 这个手伸进去大概能有个三十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 放几瓶大饮料都没问题了 讲到这里啊 大家就会发现整台车它的这个储物空间非常的多 而且储物空间的尺寸都比较大 这其实就是老美设计这种家庭用SUV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尽可能塞更多的东西进来 而且尽可能要塞很多的人 为此呢 设计师还要设计更多的充电口 让塞进来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电子产品都有充电的机会 不容易啊 我们再来看它的其他的一些配置啊 这台车标配了一个BOSE的这个音响啊 这个不仅是它的一个标配啊 我觉得快成整个通用系的一个标配了 在它这边呢 有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 这个后视镜的尺寸呢 是我见过比较小的 但是它的这个视野是比较的广 是一个广角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我看这个画面啊 它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的镜头的这个等效全画幅的焦距 应该在八红米左右 比人眼是广多了 它这个仪表呢 是典型的通用系的这个指针式的仪表 但是中间这个显示屏呢 可以显示非常多的信息 然后再往上看 它这个安极星啊 这个也是全球标配啊 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我需要吐槽一点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仪表台 大家看这个仪表台觉得挺不错的啊 但是 你看 皮革好像也不错啊 在这里 这塑料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塑料皮革混搭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Trivers这台车的后排 你看它后排还带无钥匙进入的啊 配置这么高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买这台SUV呢 看中的还是它23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而它这个23排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它是223 有点像MPV的那种感觉 无论是车的高度 还是中间过道的这个宽度啊 真的是跟像J18这样的MPV没有什么区别 走过去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这个椅子呢 和前排的座椅一样 也是非常厚实 非常宽大的乘坐体验 非常的舒服 唯一有点奇怪的呢 就是它这个椅子的这个位置 因为这台车呢 它在美国更常见的是八座的版本 到了国内因为驾照的这个原因 它变成了七座 所以说它这个第二排的这两个椅子 其实都是向两边去靠的 就是右边的椅子靠右边 左边的椅子靠左边 并不是在前排座位的一个正后方 像我坐在右边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的去挤这个门板 说实话 如果是在第三排坐三个成年人的话 这个宽度还是比较紧张的 毕竟它这边两边都有扶手 挤占了很多的这个空间 我还是更羡慕第二排有三个人的这种做法 但是这台车第三排的乘坐体验呢 其实并不差 首先是它的这个腿部空间啊 有保障 我可以把这个腿从中间过道伸出去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地台 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排和第三排 它是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整个第三排的座椅啊 其实这个海拔高度 要比这个第二排的座椅还要高 所以说你坐在里面 你的躯干角度 其实是比较端正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坐起来疲劳这种感觉 并不是特别的强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二三两排的这个配置啊 这个也是比较有亮点的 比如说我们的第二排 带有一个独立的空调 然后它的左右两个座椅 可以有单独的一个加热系统 我们的前车主持家里面 有两个宝宝 所以说有一个二层座椅 占据了一个可加热的第二排座椅 这底下呢 还有一个三眼插座 不过是玫瑰的插座 还有两个USB的这个接口 上面呢有一个能独立开启 遮阳帘的这个天窗 但是这个天窗显然是打不开的 空调的出风口都在顶部 所以可以直接吹到我们的脸 这个获得感会比较强一些 我在很多视频里都说过了 我喜欢这种空调出风口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后备箱 但是在看后备箱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眼 一个是我们倒车影像 360环影 其实人家是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流媒体后视镜 最神奇的就是 这个地方有个喷水嘴 它两个都可以被定时清洗 和我们那个后雨瓜 是同时在做清洗的 然后打开这个后备箱 其实这是我特别满意的地方 因为对于一个七座SUV来讲 能有后备箱就不错了 能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后备箱 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奢侈了 这其实就是它 5米2车长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后备箱 现在这种三排座椅竖起的情况下 依然是一个可用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小细节啊 首先它这个可以一键放倒 非常的不错 我们就不放倒了 因为有个二层座椅在上面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置物网 然后我们把它拿掉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 有非常多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这个储物空间其实很大 我们的前车主 已经把它全部都塞满了 物竞其用 如果您把这台车买回去 也可以塞这么多东西 还有就是说这里有很多的雨伞啊 毕竟家里人口多 用伞的人也多嘛 好 车子静态的都说差不多了 把车开起来吧 我们上车先系上安全带 这个安全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这种自锁式的安全带 当我们发生碰撞的时候 以这个安全带扣为节点 上半节还是下半节 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两个 单独的这样的安全带 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腹枪和胸枪 通用在安全上面非常有讲究 不仅是安全带扣啊 它整台车的这个安全配置是非常高的 像那个紧急制动啊 这个也是有配备的 我刚才成功的激活了一下 另外呢就是说 它的整个碰撞成绩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在美国那个IIHS的那个碰撞的成绩表 它是基本上是全是G 全是good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这台车只跑了9000多公里啊 所以说整台车的这个内饰啊 还有它的这个动力响应啊 跟新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们刚才也看了内饰的一些情况了 而发动机的这种响应呢 其实是一个大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一个偏温柔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吧 不能说是典型 毕竟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体验了Q50S 这台3.6的直奔的发动机呢 它在巡航的时候 一直维持着1500转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转速 这个转速其实跟2.0T 就是同样动力水平的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 其实差别不太大 说明它的这个基础扭矩 它在中低速的这种动力输出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给力的 但是它在加速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 它其实在两三千转的时候 它爆发出来的这种力量呢 比起涡轮增压发动机来讲 还是要温柔很多的 它可能更加擅长于三四千转这样的转速区间 其实对关于美系车啊 我们必须要讲就是它的这个底盘的这种表现 我们以前常说美式的这种 摇大船的这种风格 美式大沙发 其实现在最近十年的这种美系的轿车也好 SUV也好 它的底盘调校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它的这个减震器的阻异啊 其实是比较足的 一些细小的跳动啊 比如压个小石头啊 这种它都能非常准确的反馈给驾驶者 但是它的这个弹簧 还有悬挂的这种形成啊 还是SUV的这种风格 弹簧是比较软的 而悬挂的形成呢 也是偏长的 所以大家在开一些巨大颠簸的时候 整台车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晃动 但是刚才也说了 减震器的阻尼很足 所以这种晃动并不会啊 摆动很长的 持续很长的这种时间 我们的这个车身摆动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意志 好 挑战底盘的时候到了 哇 这个烂路哎 我的天哪 这个没想象中的那么的舒服 但是呢也没有 说实话 这段烂路也没有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难受啊 这台车跑了9500多公里 我发现车主好像也是9500多公里 没有油耗清零了 它现在的这个油耗水平是12.8升百公里 大家觉得这个油耗怎么样 这台Traverse呢 它是挂在我们的好车库上 是我们的UA诺粉 它寄售在我们这里的 它现在的这个价格呢 是3898 38.98万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尺寸 这样的一个车龄的SUV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啊 雪佛兰的车子卖到二手 卖到将近40万 可能很多人心里还是不太接受的 之前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这款车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但是它本身的一个基础水平 也足够高 驾驶感受也足够好 而且内部空间特别的大 如果是从产品本身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视频的最后啊 照例是我们的车主观点环节 但是呢 我今天这个车子开的比较短 没有什么深度的体验 去跟大家分享 有知道的东西 也都在刚才的内容当中 跟大家说了 我就讲一讲这台车的背后的小故事 作为今天视频的一个结尾吧 Traverse这个车呢 其实当时通用也是想引进中国的 也就是前两年的事 因为别克出了昂克奇 然后凯迪拉克还有XT6 作为三兄弟之一的雪佛兰 也应该有个相对应的车型 对不对 但就像我第一次听到这台车 二手车航行驾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因为对于雪佛兰这个品牌来说 驾驭那么大的一台车 那么好的一个SUV 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吃力的 所以当时通用也决定 要把这台车 以平行进口车 小批量的引入到国内 来测试一下市场的热度 结果其实也可想而知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没有结果 这些车子市场反馈 我觉得都不是特别的好 我也没有在其他的同行那边 有听到或者是看到这些车 作为新车在销售的这些消息 而我们的前车主呢 其实通用了一个前员工 所以说他也进水楼台先得月 知道了这台车的一些情况 自己又有一个七座的这样的一个刚需 所以也就把这台车买下来 但是呢 他又跳槽了 到了新东家 还开着老东家的这个车 可能不太方便 所以说他把这台车 放到了我们这里来做寄售 关于这台雪佛兰的大SUV呢 我们暂时就先聊这么多 最近几期的好车推荐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都是一些偏小众的车型 平时很难见得着 我保证下一期的好车推荐 我们不这么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